Stanfie 邓丽兴 8月29日在香港马鞍山出席儿童奖励计划活动 自身跟男友方立生都很怕顽皮小孩的她 表示如果孩子不是自己的话就不怕 这话怎么感觉说了等于没说的一样啊 但是话说回来 顽皮不是孩子的天性吗 有一阵子是有点冲动 不想生小孩了 因为我觉得小孩真的很难教 然后现在的社会可能有点复杂 可是我觉得要对自己有信心吧 就是生下来要自己就是教育他们 教育他们 教得好的话 他们就是未来的社会的同僚吗 还是会好的 别想着这么回心 这么说 邓丽兴是已经想通了 跟方立生以后怎么也会生孩子的吧 不知道两人打算要生多少个呢 没有 真的没有 我跟你谈得多 我都没有跟他谈过 就是谈别人的小孩啊 谈别人的爱情啊会比较多 谈自己的就没有什么 这下小编就有点搞不懂了 一对正常情侣 不谈结婚 不谈生孩子 就连爱情都是谈人家的 那你们到底都在谈什么呢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 今天就已经能发展到